我想说到了第二点 现在留给终身代女演员的角色只有两个 一个是婆婆 一个是丈母娘 但是我们反观 日本这样的终身代女演员 就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日本有个女演员叫天海又西 她很多年前演了一部叫 女王的教室 她在里面演的叫魔鬼班主人 现在这个戏过了很多年 但是天海又西依然是收视率的女王 在美国我们看到奥斯卡获奖女演员 基本都是年龄在36岁以上 这是否说明中国女性就跟世界女性不一样呢 我觉得不是 有个演员赵立新曾经在微博上写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像法国演员于佩尔 在中国根本就没戏演 你像梅宜 比洛时 包括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女演员弗兰西斯 也都没什么戏 她们最多就混混在彩色电视剧上 扮演一些恶婆婆这样的角色 其他都没戏 好像所有人都认为 女演员的最美好年龄 就是她的少女时期 我觉得这样的审美 充满了男性的偏见 特别一年 你让我与过去